中共將人工智能AI用於監控民眾 不僅監控成人 連孩子也不放過 浙江省一所小學的學生被要求佩戴監控頭環上課 被外媒曝光之後 引發國內輿論的反彈 中共官方這才下令暫停 美國《華爾街日報》日前報導說 中國正在從教室開始 努力在人工智能領域取得全面領先 越來越多的教室配備了人工智能攝像頭 有的學校還讓學生戴上了監測腦電波的頭環 該報記者實地前往浙江金華市 京東區校舜鎮中心小學實地探訪 攀攝到了學生戴監控頭環上課的畫面 據報導 這所學校引進了一款名為 Focus One的人工智能頭環 上課時讓學生佩戴 頭環在兩耳和額頭上共有三個電擊 收集腦神經元發送的電波 並給孩子的注意力打分 傳到老師的手機 再由老師把分數發給家長 同時 數據被送到政府支持的科研機構進行研究 至於數據儲存在什麼地方 被怎麼利用 這些涉及個人隱私的問題 家長並不清楚 校方的說法是 頭環上閃爍的不同顏色的燈 顯示了學生的專注度 張老師一目了然 可以提高學生的成績 實際上這個掛羊頭買狗肉的事情 為了你成績變好 這都是假的 他收集了這個數據 他也不能馬上就能夠分析出來 你這個成績會變好變壞 都是虛無飄渺的東西 他真正的目的是把你這個信息 拿到了以後做人工智能做大數據的分析 比如說他免費的就拿到了你那麼多的數據 而且你的隱私權者也都不會受到保護 最後得到的利益是他的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華爾街日報採訪了加州大學 舊金山分校的神經科學家扎扎 扎扎介紹說 這種AI頭孤 是一種叫做腦波圖的新技術 目前為止 關於它的研究還很少 這種技術通常是醫生在醫院或者實驗室使用 扎扎很驚訝 這種技術 被運用在教室上課的學生身上 扎扎說 這種AI頭孤收集的信息並不準確 如果發揚或有點煩躁 或者腦電圖的設置不正確 都會影響信號 拿一個還不成熟的東西去大面積的使用 甚至是用在孩子的身上 這個是非常不尊重人權的一個做法 然後也非常不去考慮 它對一個孩子可能造成的心理跟生理上的傷害 比如說它這個機器本身對於大腦有沒有什麼負面的反應 旅美心理醫學博士 教育專家陳彥玲指出 作為一名老師 用肉眼就可以辨別孩子上課是否專注 根本不需要使用這種投估來判斷 雖然老師和父母把托還視為提高成績的利器 但對孩子卻造成不小的心理壓力 就感覺這裡有個硬 緊的 事件曝光後 引發網絡輿論一面倒的批評 有網友評論說 這是一個可怕的國家 是把孩子當作了食驗白老鼠 也有網友感嘆說 可憐 與機器人雷同 人性的自主在哪裡 也有網友表示憤怒 說 監控大人就算了 連小朋友都要從小操控 希望未來 這個違反人性的政權可以消失不再 在輿論的壓力下 進華市京東區教育局11月1號對媒體表示 已經責令學校暫停使用 並聲稱監控投還收集的資料不會外流 不會泄露孩子個人隱私